似乎到了肺孕期,精子健康才会被人关注。 近几十年来,男性精子质量呈明显下降趋势, 而这种情况的幕后黑手是谁呢? 除了社会、环境因素,最主要的还是跟生活习惯有关。 那么,哪些生活习惯会影响精子质量呢? 今天给大家好好说一下。 一、抽烟喝酒伤精子。 其实大多数的男人心里都有数,抽烟喝酒对精子会有伤害, 但是往往就是戒不掉了。 长期饮酒会降低精子数量以及活性,进而降低生育能力。 而长期大量饮酒会影响高酮在体内合成, 并且会导致活性困难,还会直接影响精子的数量, 增加精子的畸形率,导致精子质量下降。 另一方面,哪怕成功受业, 如果让母子长期生活在二手烟的环境, 对宝宝的成长也极其不利。 所以为了自己,也是为了下一代,男人们很下心来借掉烟酒吧。 二常在高温环境商精子, 要知道高丸对温度极其敏感, 如果常处于高温下, 就会导致精子质量下降, 数量减少, 部分行业在这方面就有危险, 如厨师、司机等大量的研究发现, 这类人精子质量有问题的概率更高。 另外,少数人会有真桑拿的爱好, 同样的道理, 对精子的养护也是很不利的。 三, 长期熬夜伤精子, 现代社会人的精子质量普遍变差, 跟熬夜有很大的关系, 睡眠不足, 睡眠质量差, 会影响男性神经系统, 练义系统, 内分泌系统, 导致身体机能下降, 从而影响精子的质量。 四, 爱穿紧身裤伤精子, 现在比较流行的裤子是紧身裤, 穿起来会显得身材很好, 但如果经常穿紧身的裤子会伤害你的精子, 因为过紧的装束, 也影响到关键部位的血液流通, 或少血液不足以支撑产精, 从而导致少精, 精子不液化, 甚至使精子畸形。 五, 过量食用保鲜品伤精子, 繁重的工作, 以及家庭压力, 让许多男性处于亚健康状态, 所以会在日常中可能会服用抗, 肿瘤, 强肾, 抗高血压的保健品, 实际上, 这些保健品往往对精子也有着不小的伤害, 那怎么才能提高精子质量呢? 在饮食方面, 爆炸营养特堂的营养师, 给大家推荐两种食物, 一, 富含新的食物, 蔬菜类豆类食物中, 大豆, 花生, 小米, 萝卜等含有较多的新元素, 在动物性食物中, 母粒含新较高, 牛肉, 蛋类, 羊排等食物的新含量也比较高, 二, 富含金氨酸的食物, 精子形成的必须成分之一就是金氨酸, 精子的活力也依赖于它, 有些食物就含有一定的金氨酸, 比如海参, 鲜鱼, 墨鱼, 芝麻, 和桃的, 男性朋友不妨经常食用一些, 各位男性朋友, 你觉得自己的精子质量好吗? 你有特别注意, 去保护小蝌蚪的健康吗?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 说说你的生活故事。